这支个股推荐是友邦1299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祖简选原因 是友邦今年以来股价累跌2.3% 其间公司密密回购 目前已经回购近140次 涉及资金超过200亿 回购金额仅次于腾讯的超过300亿 摩根大通说 友邦股价受压源于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 内地潜在资本管制 以及资产负责表的忧虑 摩通认为友邦现时股价较内陷 价值EV日价三成 远低于历史平均价八成 而现价 假设未来10年中国新业务价值缺乏增长 过于悲观的预测 认为友邦已经呈现超卖 现价估值便宜 重新增持评级 目标价是87元 策略上 友邦昨日升0.8% 收布65.95元 年升4个交易日 走势强于大市 形态上正挑战短期下降轨 突破预料仙上市70元以上 大刊给予友邦目标价 中位数98元 比起昨日收市价 潜在升幅4.9元